老子想什么 这边还有很大尊的药师佛 和药师佛 药师佛经 说什么 药师佛做什么 药师佛有什么功德 那你要去研究 那你研究完以后 你要很慈悲 告诉不知道的人 因为他也想要 正阿罗汉没有痛苦 他也想要成佛 利益众生 他也想要离苦得乐 那我们要相信因果 怎么相信因果 来念一下 持戒不失 你受戒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就不会堕落地狱 鬼道出身道 还可以升天 升天太快乐了 各位如果你要追求快乐 一定要升天去看看 最低的天 四天王天 九百万年 九百万年 不会生病 要衣服 要吃 要穿 一切满足 叫欲戒天 第二层天 三千六百万年 那更快乐 第三层天 你的身体比太阳月亮还亮 那边不用发电 因为你的身体亮 燕磨天 第四层天 不得了了 都帅天 那边 在里面 叫内院 还有弥勒菩萨 四十九层螺黄金做的 天天听闻佛法 发菩提心 所以寿命了 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的快乐 不是娶一个老婆 你要娶一个 有一亿个 没有一个吵架吃醋 你要嫁一万个老公 有一万个帅哥 都不会吵架 不用医院 为什么 没有人生病 请问天上 有没有厕所 有没有想过 天上有没有厕所 没便宿 不用便宿 吃怎么好 不用上厕所 不用冷气机 随时都在 最好的温度 所以天上快乐 那你要问我 怎么升天呢 就像今天做的 你要吃素 不杀生 放生 点灯 供牙 保证升天 因为连恶鬼道 你都让他升天 你怎么不升天 只是天上很快乐 但是是暂时的 我们佛教教 不究竟 并不是没有天上的快乐 暂时的 天总共28成天 那你算算看 最低的就900万年了 而且天上一天 不像我们人间很快就晚上了 天上一天 人间50年 第二成天 人间100年 第三成天 人间200年 再来400年 800年 天上的一天这么长 代表他们一直在快乐的状态 不容易变化 我们很容易白天晚上就变化 然后 老了 小孩子刚出生 现在长大了 那我们就老了 但是天上的人 受命之常 那如果你升到第七成天 叫色界天 什么叫色 就像你去阿尔卑 阿尔卑斯山 就像你去尼加拉瓜大瀑布 就像你去南极北极 好美啊 叫色 色界天 没有欲望 你升到第七成天了 不用吃东西 不用谈恋爱 没有男女的性欲 多快乐 没有欲望 每天呢 就享受最好听的音乐 没有欲望的音乐 最好的景色 这叫色界天 所以各位看西洋片 天使 身体白色的 清净 有个翅膀 天使 很快乐 那那个叫色界天 色界天更高 十八成 十八成 寿命呢 没有办法算 然后 在上面有四成天 念一下 无色界天 连身体都没有了 连影像都没有了 这代表什么 心灵永恒 心灵的一种快乐 最快乐可以保持多久呢 像各位 你去享受一个男女的性欲 一场一分钟 然后没有了 那是天上那种快乐 八万大节 在那种心灵的快乐 但是话又讲回来 八万大节的快乐 享受完了 就没有了 直接就堕落 第一轨道出身道 这个叫轮回 所以 升天是快乐 但不就近 就像现在跟你说了 医生跟你说了 我保证跟你说 你现在从一岁活到八十岁 都很健康 你就很快乐 但是八十一岁你就得癌症 死到八十五岁慢慢死 你就怀悦了 就像你等一下就问季工 你现在很快乐 你七十岁会中风 哇 这个叫 不就近 你现在很漂亮 将来会老的 你现在很健康 将来会死的 你们现在感情很好 将来会分开的 这个世间 没有一样永恒的 都会破碎的 所以 各位你要去思维 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出家 或者是 道际和尚之所以出家 他就是听到这个道理 哎呀 世间虽然快乐 但是这种快乐 不永恒 最后痛苦 爱得越深 像我们台湾有一对老夫妻啊 两个一起自杀 手牵手一起自杀 各位你要了解 自杀是要下地狱的 自杀要下地狱的 而且自杀的痛苦 必须重复几千百次 然后再下地狱 但是 他们两个感情很好 他们没有想到 自杀以后 各自下地狱 各自受苦 所以这个世间 没有究竟的快乐 如果你没有听闻佛法 那你以为自杀就解脱了 现在很多人在要求 安乐死 骗人了 没有安乐死 那是极苦死 你打针死了 那个过程的痛苦 会让你痛几百万一遍 一直重复这个痛苦 就像很多人说 我吸叹而死 吸叹而死比较好死 但是 你现在去那个冒烟 烟供你去吸吸看 你吸五分钟就好了 那一种痛苦 会让你百千万次的 一直轮着那这种痛苦 然后呢 再来就下地狱 为什么 因为你对不起世界 这个身体是爸爸妈妈 是师长 是很多医生 整个世界的因缘和合 有空气 有阳光 你才有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属于世界 属于众生的 你不要以为 你可以主宰你自己的生死 我想死就死 我想活就活 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 如果你把你自己自杀了 那你等于破坏世界 等于让众生哭 因为所有众生对你好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 自杀死掉呢 当然很多人说 问题是我很痛苦啊 我现在得癌症 不自杀更痛苦啊 你现在得癌症 还有止痛药 至少让你止痛三四个月 自然死 但是如果你自杀而死 你要几亿节 不间断同样的痛苦 在地狱道 恶鬼道 从不停止的癌症的痛苦 这是真相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感恩三报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道理 没有人会选择自杀 如果你没听到这个道理 那你会去科技先进的国家 那边自杀都快乐啊 都简单啊 所以我们要报恩啊 因为有了佛法 所以我知道不杀生 我以前很喜欢钓鱼 那现在呢 我每天都在救命啊 放生啊 看到鱼活 自己往生都没关系啊 以前我们喜欢去打麻将 现在呢 喜欢布施啊 没钱也要打肿脸 布施啊 只要能够布施帮助众生 好快乐啊 过去我们会行男女的淫欲 邪淫 乃至夫妻之间叫正淫 但是老再家人要做到 听一下 不邪淫 虽然有夫妻关系 但不邪 那我们现在呢 以不淫欲为快乐 多自由啊 请问各位 爱喝酒的人快乐 还是不喜欢喝酒的人快乐 不需要的快乐 谈恋爱的快乐 还是不需要感情的快乐 我们这前面的师傅 你觉得他们快乐吗 比你快乐 没有负担 没有感情压力 不需要去追求这个 所以吸毒的人 很痛苦啊 不需要吸毒的人 多自由自在啊 那你现在 听了佛法 你会去思维很重要 对嘞 哇 好在我离婚了 好快乐这样 但是如果你没有爱情 一直想要去追求一份爱情 你就会很痛苦 但是哪一天你知道 有了爱情更痛苦 不需要爱情 那自由自在 这叫解脱啊 所以是巴罗汉 就是因为没有贪欲 所以正阿罗汉 观音菩萨 没有自私的爱情 那就没有恨 多自由自在 还可以帮助众生 所以愿大家都了解 这样子的道理 如果你了解这样的道理 那你就会开智慧 你要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快乐 是自己种来的 所以在那一次 善有善报 所以各位要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 你会长寿健康 精神好 因为爸爸妈妈 给你身体 土地公讲一句话 不孝顺的人 我这个土地不承载他 不孝顺的人 没有资格 踏在我土地 那各位一定要孝顺 这个叫感恩 爸爸妈妈为我们 生下来付出多少 你要感恩 那什么叫菩萨 以孝顺自己 爸爸妈妈的方法 去孝顺所有爸爸妈妈 因为所有生命 都做过我们爸爸妈妈 那更伟大 孝顺都可以升天了 何况你孝顺众生 孝顺众生可以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 从今天开始 像我要出家 我爸爸妈妈 舍不得我出家 他认为你出家会苦 那我跟我爸爸妈妈 跪下来 我说爸爸妈妈 你们生我养我 教我爱 因为我是被爱长大的 我以前不了解 那我现在读了很多书 赚了一些钱 结婚生了小孩 我才知道 哇 原来 我们是被爱长大的 没有生小孩 不知道父母的伟大 那这个小孩子 既然生下来了 那他要开始轮回 也很痛苦啊 所以我一定要 他也会学佛 也希望他能够 得到真正的快乐 所以我要把你们 对我的爱 去感恩众生 把所有人都当做爸爸妈妈 去孝顺他们 这样你觉得我会痛苦吗 我不会痛苦的 所以我把 因为你们教我爱 所以我才懂得 去爱所有的众生 所以小孩子都变成我的儿子 所有老人都变成我的爸爸妈妈 所有的动物都变成父母兄弟 因为爱他们 所以我解释给他们听了 他们还是 有一些掉眼泪 为什么 怕你受苦 事实上 一点都不苦 我特别讲多一点出家 因为我今天一来说 把都把下多少个比丘啊 那我们 陈丽华就说 师母两个 两个男众 有几个女众 哇 人那么多 魂牧区那么多 没出家人去念 我们今天去屠宰场 沿路来回就五六个 都是魂牧啊 对不对 华人的 当地人的 各种宗教的 各位你每天经过魂牧 就告诉你 人的死啊 那会产生两种思想 既然的死就 趕快快乐啊 及时行乐啊 那有智慧的人会想 我死了以后去哪里 我死了怎么样才可以快乐 不要痛苦 这个叫有智慧 有善根 各位要思维哦 你来世会比现世快乐吗 想快乐不见得会快乐 种快乐的因 才会有快乐 所以如何升天 念一下 持戒得升天 你现在就持戒 你就得到天福了 不用升天 你就开始有福报了 所以在背策 是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爱护国家 这是世间的戒律 这个你要守啊 再来